美国的印太战略标榜自由开放 实际上拉帮截火 搞各种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号称维护地区安全 实际上挑起对抗 策划亚太版北约 宣扬促进地区繁荣 实际上是搞脱钩锻炼 破坏地区一体化进程 美国公开声称 要塑造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 这恰恰暴露了印太战略的 围堵中国的真实目的 其最终结果只会导致 冲击以东盟为中心的 开放包容的地区合作框架 损害地区国家的整体和长远利益 注定走不远 行不通 我注意到最近不少地区国家的领导人表示 东盟不能成为任何外部势力的代理人 不能陷入大国博弈的漩涡 的确 亚洲 我们的亚太地区 应该成为合作共赢的舞台 而不是地缘博弈的棋盘 任何冷战 绝不容在亚洲重燃 乌克兰市的危机 绝不容在我们这个地区复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